副院长黄芳燕再度卷入贬家闭案 特征组接获了黄芳燕 疑似帮贬家藏钱的勤资 原来检方日前搜索黄芳燕的住处跟办公室的时候 居然一共查扣了高达一千万的可疑现金 而且其中有四五百万元 就放在黄芳燕办公室里面一个装水果的纸箱里 那么现在黄芳燕仍在国外 但是检方即将发出尽管通知 持续侦办贬家闭案 特征组最新掌握的是贬家多年好友 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燕 涉嫌帮贬家藏现金 检方12月16号起诉后 第一次大搜索 就搜索黄芳燕的住家以及医院办公室 总共发现一千多万可疑现金 已经被检方查扣 其中在黄芳医院医院办公室里头 有一个水果纸箱里头装了四五百万百花花的钞票 当然通通查扣 他的钱是属于这个第一家庭的还是你 是我自己的投资 曾经到特征组接受约谈 强调海外的钱都是自己的投资 还强调自己很有钱 但是检方质疑 有钱为什么不摆在银行 却藏在自己的办公室 怀疑这个钱根本就不是他的 特征组在今年12月初掌握黄芳燕 和黄芳敬父亲黄柏露 涉嫌帮忙藏钱的情字 不过赶着12月12号第一波起诉 直到15号申请搜索票时 才发现黄芳燕早在11月3号就出国了 立即在隔天16号发动台北台中彰化的大搜索 检方呼吁黄芳燕回国说明 近期也将对他发出禁冠 只要一回国立刻约谈 最近新闻杨立强代券吴嘉惠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